真正的通灵者 克莱恩默念着这个描述 没有在开口 跟随邓恩 史密斯走下了马车 维尔奇在停根的住所是一幢有花园的独栋房屋 镂空的铁门外是能让四辆马车同时行驶的道路 道路两侧每隔50米就有一个路灯 他们与克莱恩上辈子见过的不同 属于煤气灯 主子高度略等于成年男子 方便点火照明 黑色的金属紧贴着玻璃 围出了山阁 铸造出一盏盏提灯似的古典艺术品 冰冷与温暖共舞 阴影和光明同在 踩着昏黄覆盖的道路 克莱恩和邓恩 史密斯通过扮演的铁门 进入了维尔奇租住的地方 正对大门的是可供两辆马车行驶的通路 铺着水泥 直通两层房屋 他的左边是花园 右侧是草坪 淡淡的花香和清爽的味道交织成一体 让人心旷神怡 辅一踏入 克莱恩突然寒毛耸力 左顾右盼 他感觉在花园里 在草坪阴影中 在房屋顶层 在鞦韆背后 在一个个昏暗的角落 有一双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明明这里空旷无人 克莱恩却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街道 这诡异的对比 这古怪的感受 让他身体绷紧 有寒气从尾追往上 有问题 他忍不住开口提醒邓恩 邓恩表情不变地走在侧方 平淡地回答道 不用在意 见职业者都这么说了 克莱恩忍着那种被跟踪 被窥探 被打量却发现不了目标的毛骨悚然感 一步步来到了独栋房屋正门 这样待久了 我会神精致的 邓恩伸手敲门时 克莱恩又快速回头打亮了一眼 花朵随风晃荡 没有人影 进来吧 绅士门 一道略显空灵的嗓音从屋内传出 邓恩扭动把手 推门而入 对坐在沙发上的女子道 戴笠 有结果了吗 客厅吊灯没有被点亮 一竹两幅格局的皮质沙发环绕着大理石制成的茶几 茶几之上燃着一根蜡烛 可灯焰却泛出燕蓝 将办开放式布局的客厅 餐厅和厨房都蒙上了一层摇曳诡 诡异的色彩 长沙发正中座有一位女士 他穿着戴兜帽的黑袍 涂抹着蓝色的眼影和腮红 露在外面的手腕处缠绕着挂有白水晶吊坠的银链 看到他的第一眼 克莱恩就有种莫名的感受 打扮得像个真正的通灵者 这是在扮演自己 有着妖艺美感的通灵者戴笠 用闪烁碧绿的眼眸扫过克莱恩 望向邓恩 使密思道 原本的灵都消失了 包括维尔奇和那亚的 现在在这里的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知道 灵 通灵者 刚才那些看不到的打量者就是灵 竟然有那么多的灵 克莱恩取下帽子 放于胸前 微微鞠躬道 晚上好 女士 邓恩 使密思则叹了口气道 还真是棘手啊 戴笠 这是克莱恩 莫雷蒂 你试试能从他这里发现点什么 通灵者戴笠的视线顿时转到了克莱恩身上 他指着副位的单人沙发道 请坐 谢谢 克莱恩点了点头 几步过去 老实坐下 一颗心不自觉提了起来 是生是死 是顺利度过 还是秘密暴露 就看接下来的发展了 而最让自己无力的是 本身缺乏可以依仗的东西 只能寄希望于特殊 这真是非常不好的感受 克莱恩苦涩想道 随着邓恩坐到他对面的双人沙发上 通灵者戴笠从腰间的暗带里取出了两个拇指大小的玻璃瓶 他闭绿的眼眸微笑看着克莱恩道 我需要一点辅助 毕竟你不是敌人 不能那么直接地 粗暴的对待 那会让你不太舒服 感觉疼痛 甚至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我会给你一些香味 给你足够的温柔和润滑 让你一点点放开自己 真正沉浸入那种感受 这话怎么听着不太对 克莱恩一阵咋舌 某有惊讶 对面的邓恩笑了笑道 不要奇怪 和风暴之主教会的那帮家伙不同 在我们这里 女士也是可以口头调戏男性的 关于这点 你应该能够理解 你母亲是女神虔诚的信徒 你和你哥哥也读过教会的周日学校 我明白 只是没想到 会这么 这么 克莱恩比着手势 没找到合适的形容词 差点脱口而出老司机的对应翻译 邓恩嘴角上翘道 放心 戴力其实很少这么做 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平静和放松下来 他喜欢尸体更胜过男人 你说的我像是个变态 通灵者戴力微笑插嘴道 他打开其中一个小瓶子 网燕蓝色的竹燕里撒了几滴 叶香草 深棉花 杨甘菊混合蒸馏和萃取出来的纯露 我叫他安曼达 赫密斯与李宁静的意思 很好闻的 说话间 烛火摇晃了几下 那几滴唇鹿飞快蒸发 弥漫于房间 一股清幽迷人的香味钻入了克莱恩的鼻子 他的情绪不再紧绷 他的心灵迅速平和 仿佛在夜深人静时俯视着黑暗 这瓶叫做灵之眼 用龙纹树和白杨树的树皮 叶子日晒七天 煎煮三次 浸泡与朗奇酒制成 当然 中间会有几具皱纹的配合 琥珀色的液体伴随着通灵者戴笠的描述 滴在了燕蓝的烛火上 克莱恩闻到了酒香 空灵飘忽的酒香 他看见烛火摇晃得厉害 看见戴笠蓝色的眼影和腮红闪烁着诡异的光泽 甚至出现了重影 他是通灵的好帮手 也是足够迷人的花精 随着戴笠的娓娓述说 克莱恩只觉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迷惑望向四周 克莱恩发现所有事物都在摇晃 都在模糊 像是笼罩了一层又一层的浓雾 连带着自己的身体都跟着摇晃 跟着模糊 跟着发飘 跟着失去了重量 红得更红 蓝得更蓝 黑得更黑 色彩混杂如同印象派油画 迷离而梦幻 而周围细碎重叠的尼南一阵阵传来 像是有数不清的无形之人在议论 这和我之前做转运一事时的感觉类似啊 但没有那种让人疯狂 让人想要爆炸的味道 克莱恩看着这一切 疑惑想到 就在这时 他的视线被一双晶莹如同绿宝石的眼眸吸引了 穿黑袍的戴笠坐在模糊的沙发上 目光诡异的集中于克莱恩的头顶 嗓音温柔的笑道 正是认识一下 我 通灵者代理 这 我还是能冷静理智的思考啊 就像转运一事和聚会时一样 克莱心念一动 故意表现出浑浑噩噩的状态 你好 人的思维非常广阔 藏着很多隐秘 看 那片大海 我们自己能够了解的只有露出于海面的岛屿 但实际上 在海面之下 岛屿还有更大的部分 但实际上 除了岛屿 还有整片的大海 还有象征着灵界的无边无际天空 你是身体的灵 你不仅知道露出于海面的岛屿 还知道岛屿藏在海下的部分 知道整片大海 凡存在 必留下痕迹 岛屿表层的记忆能够被抹去 但海面之下的部分和整片大海 肯定有着它残存的对应投射 戴笠一遍又一遍诱导着 周围模糊的风鱼影也变换着类似的形状 就像克莱恩的心灵大海完全展露在了这里 等待着他自己去寻找和发现 克莱恩平静看着 时不时翻腾大海 最终语气缥缈地回答 没有 我记不起来了 我忘记了 他恰到好处地展现出痛苦 戴笠又试着诱导了一次 但清醒的克莱恩没受影响 好了 到这里结束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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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灵的嗓音徘徊中 戴笠消失了 风合影开始平息 清幽的味道和淡淡的酒香重新明显 所有的颜色恢复了正常 模糊迷乱的感觉不再呈现 克莱恩身体颤动了一下 找回了重量 他睁开不知什么时候闭上的眼睛 发现面前还是那根灯火燕蓝的蜡烛 还是舒服靠坐的邓恩 史密斯 还是穿着戴都帽黑袍的通灵者戴笠 你怎么用了心理炼金会那帮邪恶疯子的理论 邓恩微皱眉头 看向戴笠 戴笠边将两个小瓶子收起 边平静回答 我觉得挺正确的 至少符合我所看见所接触的一些事情 不等邓恩再次开口 他摊了下手道 是个棘手的家伙 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听到这句话 旁边的克莱恩常常松了口气 故作懵懂的问道 事情结束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感觉自己睡了一觉 这就算过关了吧 还好有转运一式的演习 就这么认为吧 邓恩打断了他的话语 看着通灵者戴笠道 检查过维尔齐和纳亚的尸体吗 尸体能告诉我们的 比你想象的更多 可惜 维尔齐和纳亚确实是自杀的 只能说 影响他们的力量让人畏惧 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戴笠站起身 将手伸向那根蜡烛 我要休息了 燕蓝光芒消失 房屋内瞬间被迷离的飞鸿涌入 恭喜你 你可以回家了 但必须记住 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家人和朋友 必须保证 邓恩领着克莱恩一路走向大门 克莱恩诧异反问 不用检查诅咒或者恶灵的痕迹吗 戴笠没说 就是没有 邓恩简短回答 克莱恩放下心来 想到之前的担忧 忙又问道 我该怎么确认后面没有麻烦了 不用太担心 邓恩动了下嘴角道 根据统计 类似情况下 80%的 活着的当事人 都没遭遇可怕的后续 嗯 这个数据是我凭印象说的 大概 差不多 那还有20%的倒霉蛋 克莱恩可不敢拼脸 那你可以考虑加入我们 做文职人员 这样一来 有什么先兆 我们能及时发现 邓恩边靠近马车 边随口说道 或者直接成为非凡者 毕竟我们不是你的保姆 不能整夜整夜的看守着你 连你和女人干什么都看着 我可以吗 克莱恩顺着这句话就问道 当然 他几乎没抱什么希望 毕竟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加入职业者队伍 获得非凡之力 那可是非凡之力 邓恩顿住脚步 侧头看了他一眼 双引号 也不是不可以 看情况 啥 这个转折惊到了克莱恩 他在马车旁边愣了片刻才到 真的 开什么玩笑 这么轻松就能成为非凡者 邓恩轻笑了一声 灰色眼眸被马车阴影所遮掩 不相信 其实 成为职业者 你会失去很多 比如自由 就算先不提这个 还有别的问题 第一 你不是立功的神职人员或者前程信徒 没法挑挑剪剪 没法选最安全的途径 第二嘛 邓恩抓住扶手 登上马车道 我们 代法者 机械之心 以及其他类似的审判机关 每年处理的事件里 有四分之一是非凡者的失控 四分之一 非凡者失控 克莱恩一下正住 这个时候 邓恩半转身体 灰谋优深 嘴角不带笑意地动了动道 而这四分之一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队友 演唱或是人不幸的 感觉里面抱着评优优优独播 优独播了 如果能不幸的 蜜吸 靠独播就会跟着一下